老杨到处说 前几天我在海外的一个网站 读到了一篇文章 说有三位年轻人 我不知道是内地还是在海外 生活工作学习的年轻人 他们听说习近平先生当年的 陕北复平梁家河下乡期间 曾经煎扛两百斤的小麦 走了十里三路不换肩之后 他们觉得一致认为不可思议 就学着试着 兼挑一个两百斤的物件 我也没看明白他是挑什么的 反正是两百斤重吧 看看三个人试了一把 看看能不能坚持走十滑里路而不换肩 那么在三个人亲自尝试之后 忠告失败 不得不选择放弃 其中还有一个年轻人 我估计平时没有什么体育锻炼 就把腰给扭伤了 这几个家伙当然是好事之徒了 因为一般的人不会这么较真儿 其实呢 我刚听了这个故事 这样一个说法我是有点不相信的 我以为是海外那些不友好的一些媒体 一种刻意的杜撰啊 刻意的夸张啊 或者刻意的扭曲啊 为此呢 我呢虽然没有去亲居试一下 这个能不能不换肩呢 我呢特别去试搜索了一下 发现呢 还果真是习近平本人自己亲口说的 我看后来人民网啊 还有新华网啊 还有各种各样都有这一段视频 谈的是自清生涯 谈的这一段呢 习近平的原话他是这么说的 我几乎那一年的365天都没有歇着 除了生病 下雨刮风 我在窑洞里跟他们砸草 晚上跟着看牲口 然后跟着他们去放羊 什么活都干 因为我那个时候扛两百斤麦子 十里三路我不换肩 很熟悉的一个生活画面 如果是文字叙述也就罢了 如果是别人写的也就罢了 但是偏偏有视频为证 我个人呢 觉得啊 第一 习先生自己亲口说的一般不会有错 这是他自己本身的经历 那么他呢身高马大的 虽然那个时候还年轻 但是呢又学过武术 体格各方面应该是比一般人要好 所以呢 他这样一种呢 有练过家 练家子的人的底子还是比较厚一点的 那么一时半会 或者一次两次 扛个一两百斤走丝花里路 这个呢也不奇怪 一般他自己讲的 我们还是相信的 第二个当然呢我就走偏了 陕北呢这个黄土高原呢地处偏远的 那个粮秤的那个计量单位有时候不够标准 有计量上的偏差 这也说不准 第三呢当然也 也是有点忘录啊 也是有点忘录啊 也许是习先生那个时候啊 表述上有些口误 这种东西有可能 但是呢我作为一个老自清 我跟他的下乡的年纪也差不多 也就七八年 刚听这个故事我还是比较敬佩的 因为呢 我也是老自清八年 我也是五三年生人 我呢也是因为这个 在下乡的时候啊 经常挑重弹 腰给挑坏了 是并退回城 我记得我第一次挑弹子啊 十二华里 三路就到中道田 就割中道 把收割下来的中道呢 打成骨子 放在那个竹框里头 一个人挑一弹就回来 那一弹呢 让我终身难忘 十二华里路 每五百米我就要歇一次 没办法坚持 走到了这个仓库一秤 七十四斤 七十五斤 我那时候体重是七十四斤 比我体重还多挑一斤 肩膀啊 第二天呢 红又红又肿 那是终身难忘的第一次 就献给了乡下 献给了这个七十四斤 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慢慢就习惯了 挑柴货啊 挑担子啊 各方面都有了 挑砖挑瓦 我记得那时候呢 轻而易举的 挑个一百二十斤的松箱 连那个松箱筒一百二十 十华里 十华里都赚多少钱呢 一块钱 然后呢 一百斤的木材晒干了以后 从十华里路的生产队挑过来 那时候大队当小学代课教师 顺便挑一旦出来 卖给了身旁边的砖瓦砖 那个八玛五 挑的最重的应该说有两次 第一次呢 从仓库挑到我们生产队的另外一个村子 大概有三华里路 一百八十五斤的大米 但还是要换肩的 不换肩是不可能的 最重的一次是两华里路 把山上刚砍下来的 铁路用的那个枕木 湿漉漉的 大概是两华里 那一根枕木呢 两块钱 后来这个腰挑坏了 就再也没有能挑那么重的担子 所以我认为了不起 尤其是不换肩 我们那个时候呢 换肩换到我们中间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 现在进步的这块肉非常有弹性 非常结实的一块肉 当然现在都退化了 所以我想 亲口说的应该大致上是不会有错 即便有错也是口误 那么他说的那些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跟贫下总统在一起 然后呢 炸草 看牲口 放羊 什么活都干 我们也一样 我也当过三军司令 放过羊 放过牛 养过猪 又可吓到大种猪 一跑起来 撒完可不得了 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有身同感受的 所以呢 对这么一个能够劳动 而且能够不换肩 实花礼物 两百斤 我认为是了不起 他当人民领袖 也是当日无愧的 因为那么小 那么年轻 就有这样一种阅历 当然我们也 联想到这些年呢 为了树立人民领袖的光辉形象 也出现了一些 连本人都未必受弱的一些个人崇拜的现象 谱写歌曲啊 编舞啊 创作美术作品啊 特别突出到个人本身的交建的身影啊 在高等院校设立呢 习近平思想的研究中心 研究学院呢 他的思想呢 就分布在政治经济文化 还有外交文学艺术 应有尽有 不宜而足 这些现象 海外有一些尖锐的批评认为呢 拍马屁 是属于语言腐败和精神贿赂 是势力小人和弱者 对掌权强人进行小成本的收买 私方付出的只是尊严和话语的诡计 而受方回报的是人格和公众的利益 失授双方 你情我愿 通常都有默契 是一种共谋 是一种貌似赞美思维赌咒 貌似讨好思维侮辱的卑劣的行径 是一种古老的腐朽 而粗笔简陋的统治书 他认为这一点呢 不应该 对一个国家的正常的这么一个 我认为是不合适的 这是一个很尖锐的批评意见 但是我想 十里三路两百斤的麦子不换奸 这不是别人说的 是他自己亲自说的 无论从什么立场角度 出错的可能性不大 这应该不算是他旁边的人 对他本人的精神悔弱 和语言腐败 我的态度是什么呢 很简单就一句话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不要把自己搞了那么多烦恼 就算他真的是有的天众英明 有这种臂力和体力 又怎么样呢 现在日理万机 也是需要这样的精神 也是需要这样的不换奸的这样的做法 既然提到了这个话题 索性也说了一段跟挑多少筋 走多少路换不换奸 无关的历史的典故 我说了这个人 是北宋的一个名称 他名字叫张勇 公元前 公元946年到2015年 活的时间也不长 他自负资 号乖牙 一号中定 是眷城浦州 也就是今天山东省 河泽市的眷城县人 太平新国年间的近世 当到了什么呢 礼部尚书 诗文俱家是北宋 宋太宗 真宗两朝的名称 特别是治理四川 特别的厉害 他的文籍 被命名为张乖牙籍 这个张勇 出身山东 山东的地方可不得了 他本来就是一个剑客 他当了大官之后 剑气一栏 一回他在客栈 听到部下小丽一家 隐声吞气 他顿时胸中热血三声 最听不得这般声音 立即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再三追问之下 才知这个小丽贪污 被他身边的恶仆 仆人所知 要挟这个小丽 把他的漂亮如花的女儿 嫁给他 否则到他要去举报 大唐上见 这一家人 被这个恶仆啊 裹挟得束手无车 只能够悲苦 哭泣 张勇大怒 但是脸上不动射 说自己明天有事 要借这个仆人一用 第二天 带着这个仆人上山 找了一个必经处 放下脸 拔下刀 怒斥小人监济 作恶无端 匹列一箭 就把这个恶仆给灭了 回到了客栈之后 对于那个小战说 小丽说 事情已经搞定 那个恶仆再也不会来找你麻烦 当然也要让你长记性 要洁神之后 不能够有贪恋 说吧 张勇扬长而去 这是快意恩仇的江湖 这个张勇做得痛快 那身严庄重的庙堂 我们也知道这个张勇 同样很潇洒 话说他到四川去坐镇成都 有一帮太监 奉皇上之命到四川去采办 去购买皇宫中的用铺 半夜叫开城门 得色的说要见张勇 张勇问了明白之后 对这个太监的头说 我现在就杀了你 还是你原路返回 那太监吓得不给滋生 那个时候呢 因为他是治理四川 川中阴乱 宽言相继 才初步平定局面 就来一伙太监来显摆 半夜三更要开门要接待 而且还要张勇亲自来奉陪 这个张勇 大侠风茫顿时来了 你要死要活自己选 这一帮太监吓坏了 磕头 转头就跑 在城外老老实实住了一宿 第二天无声无息的走了 这就是剑客 陆氏之后不改初衷 不改原来的潇洒 极恶如仇 我们都知道北宋有个宰相 35岁陆相 因为嘴巴没毛 没人看得起他 他特地去借了一个胡须 上朝的时候显示自己威严 这个人名字叫扣准 扣准特别的尊重张勇 有一天问张勇 你有什么高招 教一点给我吧 张勇就说 回去看看霍光传 我估计是史记 或者汉书里面写的 应该是史记写的 扣准回家 赶紧把霍光传给找来 认真一读 后来才明白 霍光传上说 霍光这个人 不学无术 扣准就明白了 张勇兄啊 是要我多读书 我们这些环夫俗子啊 就是读书少见识少 对非凡人之所为 就是死活不相信 或不敢相信 才会出现呢 刚才我说的 那三个好事之徒的年轻人 非要自己亲自的试一试 两百斤不换奸 走十花里路 一试才知道 什么叫厉害 那个年头 没有这点本事 怎么可能让 富平梁家和的乡亲们 对这样一个小伙子信服 他才能够当上延南地区 第一个知识青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呢 哈哈哈哈 读书少 不学无术 你的见识就要找 这就我们闲聊一下历史这个掌顾 顺便也说一说 我们对一个人 十华里三路两百斤麦子不换奸 的真实虚假 反正供大家哈哈一笑 这就是历史掌顾 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啊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